这是甘肃省的第二大城市 千水市 今天我要乘坐火车去陕西省的第二大城市 宝基市 我现在所占的位置是千水市的麦基区 下边是渭河 陕西的宝基和甘肃省的千水特别的相像 都是渭河穿城而过 四周的话都是山 现在是早上的十点 还没有想好是坐绿皮火车还是坐动车 这边高铁绿皮车都有 如果坐火车的走的是龙海铁路线 如果坐高铁的话走的是宝兰高铁 特别方便 这边坐高铁到宝基的四十分钟左右就到了 如果坐火车的话需要两个多小时 毕竟要不停的穿越那个秦岭隧道 比较慢 前边就是麦基区汽车站 其实坐汽车的话也可以到宝基 从这个汽车站坐到千水东叉镇的大巴车 路过宝基的向凤队 从凤阁岭直接可以坐到宝基的大巴车都行 一直往下就是千水汽车站 往我身后走就是千水南站 看一下我身后的胃盒 可以坐高铁到宝基之后 站在宝基的胃盒再看一下 特别有意思 站在宝基的话 千水在它的西边 站在千水的话 宝基在它的东边 这两个市的话是接壤的 都是两省的第二大城市 千水市人口将近300万 宝基市人口是360万 好吵站在这个桥上 赶紧下去吧 这边车挺多的 耳朵都正麻了 我的右手边就是汽车站 先回陕西的话再看 也不下雨了 千水市总共有两个区 一个是晴州区 这个是麦基区 但是两个区隔的特别远 还有20多公里 看一下今天的车次吧 基本上都是动车高铁 火车的话特别少 下午的1点 19分才有火车 2小时 41分 票价是23块5 动车的话价格不一样 有41的 有49的 早上还有一趟20多块钱的 我没赶上 现在火车太少了 只能坐高铁了 要不然太浪费时间了吧 这个汽车站到千水南站 还有将近5公里 坐公交车吧 前面有公交车 坐一路公交车 到千水南站 卖机补业车 这是个步行街吧 坐一路 票价3元 一路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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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千水南站的富一层 现在上去 刚好10点37分 买一个10点50的 动2658次 43分钟到保机 再看一眼千水 就要离开了 我要赶紧进站了 10分钟 正对面就是千水南站 进站口 这和保机站特别像 现在赶紧进站 坐车 来得刚刚好 安水南站还是比较漂亮的 这是一个广场 南站也是个二层 这是一楼大厅 两年了吗 两年了 洞2658 南州到西安北的 赶紧 半台 六车 这一路的话也是穿越秦岭 千水市的主城区 在秦州区 爱基区的话 建设的也挺漂亮 马上进站了 车已经过来了 这趟洞2658次 是从南州西始发 经过定西北平安站 然后到达千水南站 过了南站 就到了陕西省的保机南站 然后到骑山站 再到西安北站 二等坐的话是41块钱 到保机的话只需要43分钟 我是六车 04座 ABC 人特别少 一般到保机的话才会上 虽然它是从兰州开过来的 保机到西安人特别多 空空如也 这都是秦岭山吗 贵河的南边是秦岭 北边是龙山 对 P 这个全是隧道现在 大宝鸡了 这是宝鸡的高兴趣 蓝天北红 马上听着 大宝鸡的高兴趣 等待下车 这个就是战前广场 进站了 出站特别快 高铁还是方便 坐火车的将近三个小时 迁水和宝鸡都是情人的发源地 情人从迁水一路迁徙到宝鸡 然后到咸阳那边 在迁水的话 可以看石窟 可以到草原 到宝鸡的话 你可以了解一下周情文化 还有山水 宝鸡的山水不错 像太白山那些地方都是比较有名的 站在广场上看一下 宝鸡城区 从天水过来的话全是隧道 但是你从宝鸡到西安的话就没有隧道了 因为不管是前面那个龙海切路线 都是沿着坡边走的 身后就是情岭 高铁的话就是沿着情岭下边走的 都是平原 我记得我很早以前到这个地方 这边还是玉米地吧 原来那个管委会就在前面 盘龙大桥还没有建好 做那个公交车实路 从火车站到这个地方 你穿过一片玉米地 才能到这个下马营 这都是回忆 现在发展太快了 城市建设太快了 火车站的那个中心广场上 有一 看一下 宝鸡城 这边全是高兴区 老城的话在火车站那边 火车站离这边还得十多公里 在这下面再往前走 就是盘龙大桥了 从那个盘龙大桥上去 就是大平原 宝鸡城区的话 在这个山沟里面 那边是北坡 后面是情岭 中间加的是卫河 卫河也是穿城而过 这个地方原来都是卫河滩 都是卫河 现在卫河河道已经很窄了 现在我打算坐公交车 到那个大桥上 看一下卫河 地形的话和千水特别像吧 宝鸡南站 自古 闪干一家清 我去了甘肃的天安水平凉 这些地方和宝鸡这边的 风土人情美食都是一样的 没啥区别 所以它的方言的话 你是可以听懂的 特别好 现在去坐公交车 西路 21路 28路 这是通往这边的公交车吧 宝鸡南站 国正西门 盘龙镇 到七路 这城市怎么样 下车了 前边就是海龙大桥了 我下走了 我应该下到卫河对岸 下这边的话走上去还有点远 从这边走上去 出太阳了 刚才还是硬天 这个就是盘龙大桥 过去叫淡马大桥 下边是卫河公园 前方就能看见卫河了 你说我坐高铁快 还是这个流水快 我刚才在千安水看到的水 流到宝鸡了没有 应该没那么快吧 高铁时速是250公里 远观一下宝鸡 宝鸡的话也是卫河穿城而过 这边是亭岭 上边是平原 这个地方的话属于山沟里面 再往前走的是青铜器博物馆和火车站 这个是宝鸡基高楼 20几米吧 应该是 还有大剧院 好了各位 今天从千安水坐动车到了宝鸡了 这个动车的话 一路都是过隧道的 连接陕西与甘肃的那个要道 站在中央看一下 这边是亭岭 这边是平原 整个宝鸡城区的话就在这个山沟里面 现在在发展那个平原上面 地形也是比较狭长的 特别长 宝鸡市区 和千水那边基本上一样吧 都是沿着卫河建 再往前走的是青铜器博物馆和火车站 这对面是宝鸡的第一高楼吧 200多米 这边是行政中心 胆干一家庆吧 好了各位 今天从甘肃千水到了陕西宝鸡 这两个都是两省的第二大城市 城市建设都不错 衣衫放水的环境都特别好 40多分钟就可以到宝鸡了 咱们下一个视频见吧 我得到西安去处理一些事情了 拜拜各位 拜拜